那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要讲的叫做不存在变量提升 不存在变量提升 说白了就是Let不像V那样 会发生变量提升现象 其实在我们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 已经体现出来了 什么呢 Let在这 对吧 它只是个局部变量 而V 我可以把它变为全局变量 它提升了 做到代码模块的外部来使用 但是Let它比较小气一些 这是我家的 嘿你是外人 你是外人 妈妈说不可以跟陌生人说话 所以呢我不理你 那我们来个好一点的例子 来体现一下 好 不存在变量提升 Let不存在变量提升 .html 行 我们把它粘贴下来 粘贴下来看一下 行 我们把这每一个细节都给它做到极致 好了 那这一个例子是什么样子呢 来我们看 是这样 我先用ES5来写一个 好 ES ES5的方式来写 那为了强调 我们把它输出来 console.log 什么呢 我们强调这个是ES5的方式 这样我们可以在控制台当中 能够很清晰的看得到 行 那么代码块是这样的 让A 让它等于一个数据 然后呢我们来一个循环 来个循环 在循环的这里 我们就让它到10吧 就到10就可以了 那循环体的内部 我们做一个事情 什么呢 再生命一个C 让它等于我们的I 然后呢 我们的任何一个数据A I 让它等于faction 好 这样一个匿名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A 是个数据A 它的每一个值都是一个函数 但是函数里面只作为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把我们的C给它输出来 好 那最后 既然是函数 我们就需要去调用它 对吧 我们去调用它 我们去调用它的话 我们就来A 我们调用哪一个呢 我们调用它的第五个吧 好 那它既然是函数 所以呢 既然是个方法 我们就把它拿下来 那为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它输出的是多少呢 来 我们看一下 好 不存在变量提升 我们看一下f12 它输出来的值是9 OK 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 输出来的是9 大家不要去去看上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无所谓 好 我们来看它输出来是9 这是编辑器造成造成的那个代码 这个我们先不用管 好 输出了一个9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在这里 GS基础好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I它会继续的不断的加 不断的加 不断的加 然后呢 在循环内部不断的运行 对吧 不断的做 然后每一次这I的值都会发生变化 I的值是会发生变化的话 那么每一次我们都是做一个输出 每一次I都会等于C 那么C的值会在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变化的时候 那么到了这个模块的外部 等到了模块的外面的时候 等到负循环的外面 在它外面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C的值 它我们在这里取的时候 我们要当中运行 第五个 第五个的话 我们的第五个函数 好 它进来第二个的时候 它还是一样的 要cancel C 但是这个C 在这个代码块的内部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它要等于9 它才会 跳出循环 所以呢 等循环结束的时候 I的值已经等于9了 所以C 它是等于9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输出来的值 是9 OK 这个是ES5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ES6 它是怎么回事呢 好 我们看ES6 那为了区别 我们就把它改成B 把A改成B 把所有的I 改成J 好 这个我们都把它改成B 这里我们也把它改成B 然后呢 把C给它改成D 为了避免上下冲突 好了 好 最后我们来看 它输出来的是多少呢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好 那 我就直接按一下 不好意思 我还没改 我还没有用ES6的方法 ES6 我要把V 我还要把V改成LAT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 那仅 上面的代码和下面的代码仅仅唯一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V一个是LAT 记住LAT在循环体的内部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好了 它的值既然成为了5 诶 刚才是等于9 这会等于5 这个奇怪哦 也会等于9 这会等于5 这说明什么呢 哦 原因很简单 我们调至第5个 对吧 第5个的时候 那么I等 而J等于5的时候 付出给D 付出给D的时候 那行 这个时候 我声明的这一个变量 这个对象 那么这个D 它就是等于5的 它就会直接去出来了 出来之后 那么再次进行循环的时候 它相当于是再次运行这一段代码 那么有一个新的D变量 然后呢 这个新的这个D 但是呢 跟之前这个 它不是同一个弹幕模块 然后呢 它再等于6 再等于7 这块的是在里面的 也就是说这个LAT 它只是对内部起作用 它不 对于我们的外部 循环体的外部 对循环体的外部 它内部的D 是影响不到外部的 所以呢 它只会等于5 这个就是我们的 不存在变量提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好 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二点